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人工智慧热潮下,辉达等AI晶片厂商对于HBM需求量持续增长,SK、海力士、三星、美光等厂商一直都是潜在供货商。 而SK、海力士作为辉达的主要HBM供应商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,其最新首批量产的HBM3E已经开始向辉达供货。 目前,SK、海力士还向主要客户提供12层堆叠的HBM3E样品,计划在第三季度开始量产,从而延续其在HBM市场的领导力。 在此背景之下,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SK、海力士发表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2024财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。 虽然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,营业利润也扭亏为盈,创近6年来历史新高,但是受美股科技股大跌的影响,SK、海力士的股价大跌8.87%。 具体来说,SK、海力士第二季度合并收入为16.4233兆韩元,同比大涨124.8%,环比增长32%,大幅超过2022年第二季度的13.811兆韩元记录,再创历史新高。 营业利润为5.4685兆韩元,创下了自2018年第三季度6.47兆韩元以来最高的季度盈利表现,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的5.24兆韩元,而去年同期营业亏损为2.9兆韩元,净利润达到4.12兆韩元,而去年同期为亏损2.98兆韩元,营业利润率为33%,净利润率为25%。 SK海利时表示,HBM、ESSD企业及固态硬碟等适用于AI的记忆体需求表现强势,并且DRAM和LAND快闪产品的整体价格持续上升,收入环比增加32%。 与此同时,以高阶产品为主的销售增长,再加上汇率效果,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率环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,达到了33%,从而助力公司取得了符合市场预期的好业绩。 从DRAM业务来看,今年3月份开始量产及供应的HBM3E和四伏器、DRAM等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比重有所扩大。 特别是HBM的销售额环比增长80%以上,同比增长250%以上,带动了公司的业绩改善。 今年5月,SK海力士社长Quark Noyung透露,今年SK海力士的HBM晶片已经售庆,同时,2025年的HBM晶片也几乎已经全部预定。 新韩证券表示,随着辉达预计将加快下一代GPU的计划,以满足人工智慧热潮带来的飙升需求,到2024年底,HBMs可能占SK海力士DRAM晶片利润的20%。 另外,SK海力士还是目前行业内唯一提供适用于四伏器的最高容量256G DDR5DRAM。 在该领域,SK海力士还将在下半年推出适用于四伏器的32G DDR5DRAM和用于高效能运算的MCR-DIMM产品,由此保持竞争优势。 MCR-DIMM及多路附用器组合列双列支插式记忆体模块,是一种将多个DRAM结合在基板上的模组产品,可通过同时操作模组的两个基本信息处理运算单位RANK,从而进一步提高速度。 NAND快闪业务方面,ESSD和行动端产品是主要的销售增长动力,特别是ESSD的销售额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,环比增长约50%。 SK海力士强调,从去年第四季度起,NAND快闪产品的均价ASP持续上升,实现连续两个季度盈利。 SK海力士还在扩大需求正在增长的高容量企业级固态硬碟销售,并且将以60T产品引领下半年市场。 SK海力士预测,企业级固态硬碟收入将达到同比去年4倍水平。 与此同时,通过全方面NAND快闪产品组合,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,从而延续业绩上升趋势。 对于今年下半年的记忆体市场,SK海力士预测,下半年将在面向AI伺服器的记忆体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,支持端侧AI的PC端和行动端新产品将会上市,其所需的高效能记忆体销量也将随之增长。 同时,通用记忆体的需求也将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。 为了应对面向AI的记忆体需求扩大,SK海力士还在持续扩大产能。 不久前开工的韩国青州M15X厂正在建设当中,目标是明年下半年开始量产。 并且,龙人半导体机群目前正在进行用地工程,其第一座工厂也将按原计划在明年3月开工,计划在2027年5月竣工。 SK海力士表示,虽然今年的KPEX资本支出可能会比年初计划增加,但将会周密分析客户需求和盈利能力制定投资计划,同时在经营现金流范围内有效执行,由此确保财务实力。 SK海力士财务担当副社长CFO纪佑贤表示,根据以盈利为主的投资基调,在过去两个季度间进行了必要的投资,既然如此,公司与前一季度相较,减少了4.3兆韩元规模的债务。 将以稳定的财务结构为基础,致力于最先进工程技术和高效能产品的研发,更进一步巩固面向AI的记忆体市场领先企业的地位。 面对SK海力士如此喜人的业绩,三星作为该业界的老大,自然是坐不住的。 目前,HBM主要制造商仅SK海力士、美光和三星。 其中,SK海力士是挥达HBM晶片的主要供应商,从2022年6月起开始供应HBM3。 该公司也从今年3月底开始向挥达供应HBM3E, 与此同时,美光也表示将想挥达供应HBM3E。 但是,三星过去传出因为发热和功耗问题,迟迟无法通过挥达对HBM3和HBM3E的测试。 三星仅表示这个说法并不真实。 据路透社7月底报道,三星电子HBM3晶片首度通过了挥达认证。 三位知情人士透露,三星HBM3晶片目前将仅用于挥达相对不复杂的H20GPU, 这款产品是为符合美国出口管制,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AI晶片。 目前不清楚挥达是否在其他AI晶片中使用三星HBM3晶片,或者必须再通过额外测试。 此外,台湾供应链传出,三星HBM3E将于8月通过挥达认证,并于第三季加入供货行列。 不过,两位消息人士补充,三星目前尚未达到挥达对HBM3E晶片的标准,晶片测试仍在继续。 对此,挥达和三星拒绝发表回应。 由于HBM3公布应求,挥达希望三星通过认证,使供应商多元化。 两位消息人士指出,挥达对HBM3需求将增加,因为SK海力士计划增加HBM3E产量,减少HBM3产量。 两位消息人士透露,三星最早将于8月开始为挥达H20晶片供应HBM3。 H20是挥达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三款,GPU中最先进的一款,其运算能力相较于H100有显著上限。 H20在中国销售市场上起初表现不佳,但目前正快速成长中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